美股本周上演经典过三车走势 尤其是周一大幅暴跌 截至周五几乎收复失地 这样的止跌真的安全吗 本次的美股回调风险真的解除了吗 特斯拉英伟达双双在半年线止跌起稳 现在可以安全抄底吗 大家好我是周恩璐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股分析视频 首次观看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订阅 以便长期的收看我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直接上干货 先来看一下纳指的日线图 截至到本周五呢 牛衣出现已经开始靠近半年线 当然了半年线的方向呢 仍然是向上的 所以很多股民认为 这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信号出现了 毕竟能够出现这样的反弹 也是一种机会 尤其是对比前面的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多方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像样的反弓 而本次呢周一的大幅低开 非常像是空方的最后一弓 甚至可以说是黎明前的黑暗 当然了下面的MACD 现在还没有出现金叉 而且金叉出现呢 也肯定是临轴之下 它离真正的起稳还需要一段时间 整体上我们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周线上的上涨 毕竟周一实在是跌的太多了 但由于持续四到五周的下跌 卖方力量在这段时间已经达到了超卖状态 接下来呢多方的反攻 甚至可能会出现震荡上行 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只不过你想一口气直接全部把之前的回调 快速收复失地 这个是不太现实的 而如果你使用百分比线来看 我们怎么能判断当前的反弹强弱呢 从目前看到的阶段性高点 18670点左右 以及呢我们本周一的大幅低开的最低点 大概在15700点左右 这样来看的话呢 目前的反弹已经达到了图中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也就是33.3% 大概是16700点左右 那么一般来说呢 反弹比较容易出现的三个位置 无非就是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而如果连二分之一都到不了 那根本就很明确 是非常弱的反弹 所以呢我的建议是 我们在下周要想认为多方的实力真的很强 最起码要看到 先过掉50%一半的位置 而这个位置呢 也正好是上一次的反弹震荡横摆区附近 大概在17192 也就是17200点左右 如果是大幅强力反弹 至少会谈到三分之二 谈到三分之二呢 大概是17690点左右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缺口的走势 当前呢 我们知道本轮一鼓作气 载而摔 三二节 到这里的极限缺口 第四个 目前来看呢 第四个缺口 当天就立即被回补 然后我们现在呢 牛一出现 接下来呢 将会挑战的就是第三个下降缺口 而这个缺口区间呢 它会是阻力 会是下周非常重要的缺口 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压力 它的区间呢 是16920到17051 那本次的反弹到底够不够强 它一定是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们讲到止跌强扬啊 上升缺口啊 补掉一个又一个缺口啊 能够超过50%啊 这些都会慢慢的 让我们看到多方是真的有实力 而如果极限抄底 本身是非常冒险的 比如这次我在直播间和之前的视频讲到过 在这一天星期一8月5号 它为什么很低了 它这一天的14天的RSI数值 直接破了30 这一天是29点多 那很快我们利用超低口诀 RSI30以下直接买 那这是一个经典的上升趋势的大回调 超低买点 虽然激进 但有时它就直接会买到最低点 有时它可能比较弱 弹个一到两周 然后再震荡 甚至再创新低 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我们来复盘一下 最近我们一直聊的变盘点的问题 本轮我们对于8月7号前后 会出现第一个变盘 基本的跟市场相差不大 也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8月5号暴跌 8月6号7号 这里就开启了一个反弹 而接下来我希望大家重点注意的是 8月第二个重要的变盘日历 变盘点 8月22日 如果最近能够持续反弹 达到较高位置 并且时间也靠近了8月22日 这个变盘点 我的建议是要小心它高点向下转折的变盘 而如果最近的反弹无力 以震荡甚至往下为主 那么我们这里可能就会出现再一次的向上转折的变盘点 还是8月22日 同时我们不断的强调 什么叫做先长后短 很多时候我们日线上可能会出现很多片线 而如果我们切到周线图上 会非常清楚的看到 周线上的J值已经出现了向上拐头的现象 尤其是在上一周 它的J值达到零值之下 就是负数 那绝对是超慢 因为一般来说呢 J值低于20就已经是超慢了 例如像这个位置 它跌了一个月 J值低于20 而我们当前的位置 在上一周已经是负数 而本周呢出现了一个J值向上拐头 达到9.1 比较激进的投机客 你看到周线的J值跌破20 向上一拐就可以立即超低 比较保守的要等到J值能够穿20再进场 但不管你是等直接拐头买 还是上穿20买 它都有可能出现一些片线 但是对于那些你特别喜欢的 你认为特别有价值的股票 绝对是可以少量仓位去尝试的 只不过我们说了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你喜欢的可能是银行股 你喜欢的可能是科技股 你喜欢英伟达 他喜欢特斯拉 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决定 包括怎么去止损 万一出现问题 因为风险不只是股票 一定是先大后小 大盘的风险 再是个股的风险 看完纳指 我们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 它显然没有纳指跌那么猛 它现在已经是回到了半年线之上了 这是明显的半年线的蜻蜓点水 什么叫蜻蜓点水 重要的均线 方向向上没有变 股价快速的跌破 但也快速涨回 这就是一个激进的超低位置 本周五标普再出牛衣 开始向上逼近曾经的第三个缺口 该缺口区间是5383到5410 同时可以明显看到 下面的MACD还没有出现金差 所以大家要想真正的大仓位的认为 股市已经多方占优 回调结束 完全反转 我的建议是最起码要等到大盘已经能够连续至少三周 不创新低再开始重藏记忆 如果谈的比较快 那就看空间上能不能至少谈到下跌幅度一半以上 否则的话只看一两个指标 只看短时间内的价格波动肯定是对于大多数人是危险的 尤其是那些风控能力比较低的股民朋友 切记要稳 不要急 相比之下道指果然印证了我们之前讲过的它的上升趋势线 强支撑 对于这一次的道指补跌直接的形成了阻挡 随后现在开始出现上涨 在周五也出现了牛一 之前我最早的时候还做过一次我的预测 我认为当道指能够跌到途中的这个低点38000点附近可能是个大底 后来我又预测大概率也有可能先在这条趋势线附近直跌 当前来看这条趋势线毕竟不是非常小的趋势线 它是在之前震荡的两个重要低点连接的重要趋势线一定是支撑很强的 那么随后我们向上攻击去发现下一个重要的缺口阻力是4075到4098 大家短期要注意这个缺口的压力和阻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涨跌排行榜 大型科技股本周因为周一跌太多 即使到周五略有上涨也还是很难抹平 最终的话特斯拉是本周跌了3.69% 亚马逊跌了0.57% MIDA是有好的消息支撑 它是逆势上涨了6.07% 是本周最强的科技股 谷歌跌了1.79% 苹果跌了1.65% 微软跌了0.6% 英伟达跌了2.35% AMD是微微上涨1.34% 接下来我们来开始针对个股进行详细的点评 首先来看英伟达 英伟达相当于刚才我们提到过 它是半年线附近只跌其稳 半年线方向向上 但是这两天涨的真都不是很强 没有什么强扬 即使星期五小幅下跌出了牛一 也让很多人没有信心 唯一好的是周四的下降线很长 下面的MACD看上去 如果在下周运气好的话 可能会先出现一个金差 整体来说呢 我的建议是最好能够出现 向下降趋势线突破 配合重要的均线 比如说我们不能光在这里止跌 你还得慢慢的过掉21和60均线 才可能稳 甚至可能他第一波真的快速有一波反弹 估计呢 顶多先到120到122 因为这个缺口他肯定是有阻力的 然后再下来再震荡走一个双底啊 或者走一个震荡徘徊的走势 整体来说呢 没有大的把握 别着急去进场 毕竟大盘 他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 甚至两个半月 我觉得是以震荡为主 很多上涨都是小机会 如果非要做 你要把仓位控制和点位的精准把握 要做到极致 而那种需要大量进场的 我们既要关注基本面 政治面 因为有大选吗 等等结合10月和11月的大的转折点 才可能把握一波大的波段利润 最重要的就是普通股民 不要着急天天买 看准再买 买入就是一波大行情 这样才行 如果我们乱乱的买进 明明根本没有办法确认是大行情 就乱乱的凹硬 或者大量资金出手 肯定会很惨 相比之下呢 特斯拉也是在半年线止跌其稳 只不过呢 它的均线走势并不是那种大量上涨之后的走势 它的半年线是低于年线和60均线的 目前止跌之后呢 也没有特别强 也在徘徊 星期五的牛一也不强 甚至呢 还没有进到缺口 最后一个缺口这么小 也没有回补 缺口的区间呢 上涨是205块7毛 我希望呢 我们在下周能不能早点补掉它 甚至以大阳线和向上的缺口去补它 如果没有的话 也不是很强 我建议可以稳稳的等一等下面的MACD金叉 否则的话呢 都是一些幻想 而且你还要防止它会不会再去试探 毕竟之前这个位置试探的时间也很长 现在的半年线呢 最新价位大概在190块1毛9 我觉得这个价位呢 是一个防守位 相比之下 好多股民最近开始盯上了AMD和SOXL 为什么呢 因为这俩哥们太惨了 尤其是SOXL快速下跌 把有些股民跌的已经不勒不勒了 而AMD呢 也是明显的弱于大势和大盘 它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低于年线了 这样的走势让很多股民在想 会不会变成熊股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最近的确实有主力吸筹出现 但关键在于 它现在持续在年线之下 我的建议就是不回到年线之上 咱们都别想那么多 必须回到年线之上 齐稳才有机会 即使你看现在大的两个低点 股价向下 MACD呢 好像要形成一个底背离 毕竟MACD两个大的低点相差不大 而股价呢 向下跌的很多 有点底背离的意思 但是这个底部可不是一天能走出来的 我建议呢 文件的操作 本轮最好能够在大型的底背离之后 金叉出现 再出现双线上零轴 高于年线 再考虑 不要着急 年线的位置大概是 现在是146块5 相比之下呢 SOXL跌的特别猛 从70多跌到了23块5最低 最近呢 开始绝地反击 但仍然第一个 年线之下 第二个 最后的缺口都没有补 所以呢 咱们别先想太多 你先想想 能不能先补缺口 能不能回年线 这些都很重要 那缺口的上沿是33.4 年线的位置 大概是35块6 同时呢 下面的MACD 能不能先出一个金叉 否则的话呢 当前都属于非常激进的超低 微软呢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谈到过 它是一个完美的9加1 有多完美呢 第一个 酒这天 本身带缺口 前面已经有两个缺口了 而且呢 这个酒 它低开破了年线 再收回来 到了本周五 还出牛衣 所以这个完美9加1 在微软上面呢 所以呢 这个完美的9加1 在微软上面 还是体现的很漂亮的 那么图中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下一个要冲击的 重要的均线呢 就是能不能回到 半年线之上 半年线呢 现在是423块2 当然上一次大幅回调 是在半年线直跌的 我们这次购猛 直接跌到了 图中的年线附近 所以年线跟9加1共振 这个我们也在 昨天的视频当中 讲了 神奇九转超低法 结合缺口超低法呀 时间变盘超低法呀 还有 RSI超低法 我建议大家 如果没有看 昨天的视频 可以看一下 昨天我传了一个视频 叫做股票超低 最高境界 没看的 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微软呢 现在你求稳的话 先能不能出现 MACD零轴之下金差 然后慢慢慢慢 未来有没有双线上零轴 总之呢 现在来做 还是左侧的超低 想要稳 还要等股价回到 半年线之上啊 MACD金差呀 甚至上零轴啊 才是好机会和稳机会 苹果呢 就是把前高的支撑撑住了 补跌之后 没有那么惨 所以我觉得大盘呢 从这个角度看呢 还是比较安全的 甚至我觉得风险 已经差不多解除70%了 他的反弹现在呢 最后一个缺口 也快补完了 缺口只剩一丝 没补 这个缺口上沿是 217块7 而且下周 如果他足够强势的话 应该很快会在零轴附近 出现一个金差 谷歌呢 本轮是破了半年线 刚刚在周五 牛一回到半年线附近 但还差一点点 半年线的价位应该是 165块5 而周五的收盘是 165块4左右 当然了 缺口 得一个一个补 饭得一口一口吃 多方的力量 得一点一点的开始恢复 把一个一个障碍清除 那么第一个缺口呢 虽然小 虽然近 但也需要先回补 这个位置是166块4 来看本周特别抗跌的 麦达 他本身具有好消息 同时呢 我们在之前的视频说过 他在周二呢 出现一个一阳穿三线 直接 股价过了 价值中枢 就是21天60天和半年线的凝结区 同时下面的MACD 你看出现了金差 已经五天了 现在大多数股票 尤其科技股都没有出现金差 他都已经出现金差六天了 甚至再努力努力 就要开始挑战前高了 来看亚马逊 亚马逊我们讲过大缺口 小阻力 他也是暴跌之后 在年线止跌起稳 年线的方向 仍然是向上的 那就是年线的蜻蜓点水 现在呢 星期五无限的逼近大缺口 其中赛养线已经很靠近了 当然了 这个牛衣还没有进入缺口 该缺口168块7到181块8 我相信呢 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大缺口 小阻力短线投机的区间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美股分析的全部内容 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 关于在赚钱的市场 如何做有价值的股票 让我们的风险更低 利润更大 欢迎大家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 来免费报名参加 我们在下一周的 专录谈股财富精品课 时间是8月14日到8月18日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